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世上言语无谓 面目可赠者 皆无辟之人耳 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好 什么都不感兴趣 对世界不再好奇 对生活不再热爱 活得犹如一潭死水 有爱好的人 发自内心地喜欢一件事情 在获得无穷乐趣的同时 也调养出热爱生活的真性情 王曾琪喜欢做饭 到了晚年更喜欢亲自下厨 她必须自己去菜市场买菜 她说 我不爱逛百货商场 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 菜市场热热囊囊 满是人间烟火气 在那里有鸡鸭鱼肉 有青蔬瓜果 无一不再传递着生活的乐趣 买完菜回来 王曾琪便兴致勃勃地在厨房腾挪转移 将肉馅剁碎 加入葱花 拌上酱瓜末 塞入油条断肿 入油锅炸至金黄 是王曾琪自创的菜 塞肉回锅油条 绝之疏碎 生动十里人 一餐一饭 都变得有滋有味 一朝一新 都变得失意盎然 对世界如此热爱 对生活如此珍重 当人有了爱好时 便能在日常的产品油盐之外 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园 饮茶 种花 写字 无关乎公民富贵 只关乎内心的欢喜 生活因此变得趣意盎然 明末散文家张大有一句名言 人无辟不可语交 以其无深情也 在他看来 没有爱好的人 对世间事物都不感兴趣 此类人往往胸中无误 才学浅薄 要么是心浮气躁 功力庸俗 对物 他们尚无真情可言 推物吉人 对朋友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郑满桥 批号蓝竹 专画蓝竹五十余年 不画他物 他以蓝竹为知己 常常在画中诉钟情 他在画上提诗 军事兰花我竹枝 山中相对面相思 诗人只做红尘梦 拿小清风好露石 对物尚且如此深情 待人又怎会薄情寡义 现实中 人要活得有趣 莫过于交易庇佣 他们对其热爱擅长知识 会有深入独到的见解 与之交谈 能享受到获得知识的乐趣 他们的快乐与金钱无关 而是和内心那份纯真相连 他们从生活中积攒力量 为身边的人带来快乐 有爱好的人往往是乐观开朗的 他们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物 生活中负面的东西对其影响变小了 很少产生消极的情绪 与这种人交朋友 不但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 视野开阔 同时感染我们 使我们对生活充满热情 积极向上 听过一句话 在平庸的生活里拥抱自己 人生在世 不可能一帆风顺 在那些沮丧的时间 要懂得用自己的爱好 让自己快乐起来 明代的张黛喜爱赏雪 有一天他打开门 哇 好一个大雪初季 天地白茫茫 于是撑着一夜小舟 穿着毛皮音 带着火炉 独往胡心亭看雪 记录下湖面雪景 湖上影子 围长地一痕 湖心亭一点 语于周一界 周中人两三立而已 在人鸟声拒绝的冰天雪地里 只身出门 哪管什么寒气逼人 哪管有无人相伴 有的是一份热爱生活的真趣与深情 生活原本平庸 有了兴趣爱好 就会在一些难挨的时光里 给你安慰 力量和底气 要懂得拥抱自己 在生活里寻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源泉 积极抓住生活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周国平说 排遣的方式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 在那些柴米油盐 一地鸡毛的时光里 是兴趣爱好 给了我们平衡人生的支撑点 无论跳舞 养花 钓鱼 集油 或是书画 唱歌 下棋 看书 这些看似无用的兴趣爱好 才真正决定了生活的品质 有据哲言讲 给时间以生命 而不是给生命以时间 培养一门爱好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你沉浸其中而依然自得时 便遇见了那个生命状态 更美好 更开阔的自己 梁启昭说过 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 生活才有价值 生活趣味不在别处 在一番一书 三棚两有 四十分物 和能终生爱之的爱好 人活着 择一世成辟 择一号终老 足矣 好了 那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